大家好 很多人喜欢繁殖 各种的都用 最常见的用叶片繁殖 控制不好 这个叶片很容易出现 黑腐 腐烂 这些事都腐烂了 接下来给大家分享 都用的进节清唱 这样长根冒芽特别快 在春季 都用很容易涂长 我们把涂长的部分 给它修剪过来 然后 把这个伤口 晾干 晾透 就可以掀插了 掀插的时候 跟大家说一下 用什么土壤 这个是 专业的培育土 一份 接一份活砂 培育土 保水保肥 酥葱透气 富含有机制 这个活砂 沥水透气 非常好 充分的 混合均匀 就可以了 首先这个活砂 我们一定要用 多精灵 给它浸泡 主要是 砂尖消毒 提供一个 无害尖的环境 更有利于 这些擦碎 长根冒芽 把它粘到花盆里面 就可以了 接下来 就是千擦了 比较简单 我们最主要是 不要直接擦下去 我们最好是 挖一个小坑 把它埋下去 因为喉砂 是颗粒状的 很容易破坏 在这个 已经预合的 伤口 忘了给大家说一下 搅拌土壤的时候 我们提前 给它喷到微微湿润 用快速生根粉 一堆1000毫升的水 给它喷丝 喷到微湿润 我们上喷 不需要 马上给它浇水 然后呢 放在阴凉 通风 两个好地方 每隔两天 我们就要验证的 才看这个 沙漬土 如果是 未干了 拿喷雾给它 往 土壤里面 喷到微湿润 这样 更有利于 这些都用 长根 和冒芽 都用的境界 千擦 特别容易长根 一个星期 长根 冒芽 好 再见